這期阿K 密集式地出現在《刺冊樂壇》 是呀 自興一下 很興奮 而今天是集中破歷說你接下來的世界巡迴演唱會 介紹鄭安琦十回數外世界巡迴演唱 從這個題目是否已經暗示了以國語歌為主 那又不是 所以就令我質疑自己為何要放數外 但數外是你接下來的國語專輯的碟名 可能我經理人覺得名字無論如何都要給他主題 那就免得想了 就放回國語碟的名字 你不要說得那麼靠奇才行 其實你們接下來的想法是怎樣 其實這個演唱會的廣東話歌比例比國語歌更多 畢竟我廣東碟也推出了 現在接下來是第十隻 其實國語碟才第三隻 歌的數量來說 都是廣東歌有很多 十周年 一定要放下去 但這也是開心的事 因為我回想第一次演唱會 其實尤其是第一次 我入行才三年 出了三隻碟 很難選擇歌 究竟三隻碟 唱完都還未夠 很辛苦的 那時候有沒有想過 我唱一下 終於計充的歌 對 要唱一下朋友的歌 然後第二次演唱會 唉 真的比較好 因為試隔了幾年後 碟又出多了 人生的練力又多了 想表達的東西又多了 好排一點 今次來到這個演唱會 有些歌 哇 糟糕 夠位 忍住 就開始地錄吧 ATOR 開始去到排排 heures 很多材料可以當prising 那你排學回應的時候 往哪這個方向 今次音樂上的大拍檔 エゴ تھ 他還會有一個籌 Weed 是把我每一首歌 其實是什麼主題 其實是什麼音樂氛圍 我們在開會去考慮的時候 其實我看到他那兩張Rundown 我已經很感動了 因為那個人真的好像 從頭到尾再考慮過 然後才跟你開會 很開心的時候 很多事情是不用說的 我覺得真的很好 跟我想做的事情差不多 因為我現在考慮Rundown 以前是很憔悴在歌曲上 但現在我很想 譬如這部分我想表現我哪個方面 作為表演者 你一定有很多不同的質感 我想在回顧之餘 回顧是其中一部分的重點 但每一部分 我都想你看到一個 在我裏面的我 有時候有些人 他們只是抓了某一個你 我很喜歡你唱情歌 或者我很喜歡你唱很Rock的歌 但他們捉住了一個面 所以我想在演唱會 向他們推銷 暫時聽到的就是 其實謝安琪已經有十年的Catalog 已經放了一些東西 跟你合作的單位 或者今次有份參與這次演唱會的朋友 他們屬於不同範疇 就是看著你的Catalog 然後我再度身訂造 為這位歌手做一件事 有時候 譬如你作為一個新人 大家可能會放一些東西 在你身上 或者我自己都沒有信心 對 我都很猛豬豬 我都不知道我想做什麼 猛豬豬 我只是覺得我唱好自己的歌 我已經很滿意 因為那時就算人家想讀身訂造的時候 你還是新的 你的Catalog不太厚 人家可能會比較難切入一點 現在聽到很舒服的一件事 我很開心 大家要忍受我這個囂張 我很開心 來吧 大家這些新合作的單位 他們很用心去閱歷我的音樂路程 他們說 其實你這個人挺有型的 哇 你今天才知道 哈哈 這個就是大家覺得低估了我 對 除了在跳舞方面 其實在有型的方面 你也低估了我 但他們覺得 喂 其實你真的有型的 你很多歌曲很有型 為什麼這樣說 現在我不有型 你為什麼說我的歌曲很有型 但 他們覺得是一個性格很鮮明的一個人 他們覺得有很多材料可以做 他們的設計 那會不會都是充滿了一些期待 而你的唱片製作 我知道你過月的碟也在搞 那廣東碟那些 是不是都會充滿了 還是同步地進行 同步的 我很想我日常常規做的工作 跟演唱會是同步發生的 其實是有點瘋狂的 但也是挑戰自己去做 因為其實挺累的 有時候我發現 不是演唱會會累 而是整天人的周居勞頓 還有很多事情 你要小心掛著 某些事情有沒有怎樣 有沒有拿來呢 有沒有怎樣 又掛著家裡 所以那個心理的負擔會令你很累 但我又慶幸自己有一定的成長 對於演唱會 我也曾經有迷失過 我會想 其實我很多 大家熟悉一些的作品 都是廣東話歌 我走那麼多香港以外的站 會不會有一些站是 溝通不了的呢 會不會有一些站是 那首歌 明明在很多地方都感動到大家 但在這裡 就不成事了 都擔心 但今次我的信心 不是囂張 那種信心 我是覺得 我很自豪 帶著我音樂 來到這裡 你不認識我也不要緊 我會用整個演唱會 很多的心思 很好的製作 去介紹給你聽 我的歌是有這麼多面 那我覺得 想起這件事 我得到的 壓力一定有 那是個底 但在上面鋪了很大的興奮 還有 好啊 如果我對你來說 是新鮮的 更加好 我們沒交過手的 夏爾濱 我一來到 就給了很多 我的起源就是這樣 然後我走到今天 我也很想做這件事 聽下去已經 好有型啊 哈哈 聽到他們真的挺好型的 挺好型的 挺好型的 對